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现场还有电影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各位晚上好 欢迎八位领航员登场 欢迎大家 本节目由四面经牌虾水饺 一只水饺一只虾特约播出 那电影机前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也想来到我们的舞台的话呢 现在就请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 通过扫一下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或者是摇一摇摇电视 兼我们的官方报名渠道 填写简单资料就可以直通现场 那冠军战区将会面对我们的终极守观者 搜狗更通明的搜索 好 今天在分场 究竟是哪一个战区先帅先出战呢 7号战匣 你好 主持人好 刘秀威 欢迎你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比比安 刘秀威 在我开始自我介绍之前呢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两位主持人 这个是 榴梿糕 哦 哦 贝贝 那其实呢 榴梿呢 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传说 在这里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镇和下西洋嘛 之前就来到了马来西亚 吃到了一个有刺刺的东西 他就吃了一口 嗯 特别好吃 特别榴梿 之后呢 就变成了榴梿 哦 所以这个是榴梿名字的 这个来历 对不对 对 哦 哎 不过我想知道 你对榴梿那么了解 是不是你是 就是做榴梿生意的 是卖榴梿的吗 呃 其实不是 在马来西亚呢 我是一个网络视频电台的主持人 分别就有做校园节目 还有音乐类型的节目 有没有男朋友 哎 小女子目前单身 三号你在干嘛 三号一直在发工啊 三号是有想法 但是有老婆了 哈哈哈哈 刘秀威现在呢 属于你的答题时刻 马上就要到来了 对自己有把握吗 尽力就好 但我要听你们的口号 榴梿 好 来 刘秀威 请选择 5号 太阳的后裔 5号 请介绍你自己 大家好 我叫童诗萌 来自陕西西安 然后之所以是太阳的后裔 是因为我三岁的时候 曾经拍过一个太阳锅巴 视频的广告 太阳锅巴 太阳锅巴 我也要吃太阳锅巴 是你吗 那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妈在这个场里上班 我妈妈就是太阳锅巴长大 真的吗 对 所以我从小吃太阳锅巴长大的 那个当时拍完广告有赚到钱吗 当时很傻很天真 然后节目组塞给我几项锅巴就了事了 而且其实这个广告我就是从三岁 一直拍到七岁 因为她太阳锅巴出了好多不同系列 然后每年送你三香锅巴是吗 麻烦这个太阳锅巴长 把那个什么代言费稍微的给一下 你对面的呢 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姑娘 有些时候在这个舞台上 你看到她那个笑容 你都不忍心去迎她 没有 我想说其实现在是一个 女性非常平等的社会 所以其实不管女生说话 是特别豪爽直接 还是说非常的婉约很嗲 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是一个 自信独立的女生 我都很欣赏 待会我们两个就好好的PK吧 加油 加油 第一局的答题挑战 请准备 答题开始 由古荣树近千株 有着荣成美誉的是 福建省的哪座城市 福中 答对 日料中温泉玉子的主要食材是什么 肌肉 答错对方计分 对 支气管是人体脑钢功能系统的组成部分 呼吸系统 漂亮 北欧哪个国家允许男性放9个月的全新产假 瑞典 好的 再次打平 这是哪个季生品牌广告中的标志性音效音频题 两位请听 第一个季生品牌广告中的标志性音效 对方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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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 好的 诗句 大猪小猪落狱盘 所形容的是哪种乐器弹奏时发出的 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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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琶琶 漂亮 我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是哪种 焦糖显 漂亮 希腊第一大岛是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哪个岛岛 克里特 克里特岛 触发大众选择 这个天气符号代表什么意思 A 东南风六级 B 西北风六级 A 请选择 来 我们看到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西北风六级选B 七号战区打的一套题有9人 所以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七号战区 祝贺七号战区 起始跳过 祝贺刘秀威还有七号战区 恭喜你们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一次你可以获得的奖品有哪些 来 3万公里的领堂免费机票 接下来你要挑选你的第二个战区了 1号吧 N-R-O-Y N-R-O-Y 这个好难理解 因为我是一战到底的中粉 当我收看节目的时候呢 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没有听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案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非常开心 在我的知识领域 又扫平了一个知识盲点 那你知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是市中院的一名法官 所以作为法官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没有什么小的 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点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定金和定金 一个是一定的定 一个是言字旁和一个钉 这样的钉 钉书记的钉 对 这个钉 如果是一定的钉呢 如果商家他违约 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双倍支付的 就是说条文里面哪怕不用这么写 只要用到这个字 就是要双倍反发 因为这是个定金法则 不过我知道 你在单位好像有一个称号 叫做中院淑女 我很喜欢读书嘛 所以就会经常被大家调侃 诶 书又买书又是书书 但是最近呢 我也学会了调侃回去 就是会读书 不会书 出自24张经 这位姐姐这样 她就说还要来到这个舞台 那就实现了她的梦想 那我也正在为我的梦想追逐着 那我觉得非常的棒 要继续加油哦 好 第二局答题较量 请准备 三里根主 2016年的奥运会上 中国代表团的哪种防温力气 等着 等着 哇哦 I HOOT 是英国人在进行哪项 棋牌运动时的术语 麻将 最新快 加分 诗句 一声霹雳 醒蛇虫 紧正萧萧燃紫红 描写的是哪个节气 静哲 漂亮 三里 哇哦 二块是我国哪个省份的 军男 答对 好的 发明了小灰群 并且一生都没有结婚的是哪一位 计划 回看 计划 秀薇 秀薇薇快 来加分 秀薇 过山基市政府宣布每年8月24号 定为哪位NBA球员的几天员 靠米 漂亮 三比三打平 新汉名将魏青的姐夫是哪位帝王 汉武帝 答对 以下算式的答案是多少 21加13除以2加7 24 答对 好快啊 在我们口袋被称为狮子国 首都为科伦坡的是哪个亚洲国家 发大夫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答错对方加分 触发大中的选择 这张康熙黄力军的 新笔提写的匾额当中哪个字实际上 错别字A B 庄 来 请选择 揭晓正确答案 秀薇山庄的B 写错了 我们来统计一下有哪些人答对 1号战区13位答对 7号10位 所以我们要恭喜1号战区获写 谢谢 7号 7号 祝贺我们1号战区 恭喜慈欣 我们来看看这一轮你的奖品 迪士尼家庭奇梦之旅 不错 那到目前为止呢 算是你挑战的第一个人 接下来还有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 你对你的团队有信心吗 很有信心 来 开始选择本场你的第二位对手 选人 我选6号23144 介绍一下自己 冠冠之旧啊 在河之中 瑶桥淑女啊 君子好球 我是来自诗金的故乡 陕西省宝基市 在齐山县兰部山区一个山沟里面 当了26年的香葱教师 掌声送给你 好不容易啊 谢谢 谢谢 而且您知道这一次过来 我们杨老师也特别不容易 可能城里老师啊 经常穿这个西服 我是经常穿的是户外冲锋衣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 经常骑摩托车 参加节目的时候啊 我先骑摩托车来到我们镇上 镇上 然后是坐成绩搬车 去我们齐山高企站 从齐山高企站 最后转到西安北站 最后从西安北站 来到咱们来宁来站 我知道你们那边 看我们的电视 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呢 对 因为当时还生出嘛 这个间隙性化也不是很强 我就在其他地方经常看 我看节目 和其他观众看节目不一样 我会飞速地 把咱们每道题的答案 飞速地给记下来 这些都是你手写的吗 我们的题目和答案 我手写的 因为这个在课堂里面 把这个知识啊 交给学生 这么认真的老师 一定能教出 特别好的学生来 是的 谢谢 谢谢 比较有压力 对 比较有压力 听完了他的故事之后呢 也能够让我们感觉到 比较温暖 好 接下来的答题 两位 请准备 达利克社 位于纽约州 美国第一所军事学校叫什么呢 西点军社 回看 西点军社 西点军社 随性更快 加分 我国哪座县级市被联合国认定 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务 希望 杨老师看 三字经是哪个学派思想指导下 主杨 漂亮 随性更快 松岚平原是由嫩姜和哪条姜 出算而成 松花江答错 对方加分 我们平时所说的 一三五相机中的一三五指的是哪个 部件的编号 右眼 漂亮 请将符片中的字组成一个新的汉字 一 清朝的嘉庆皇帝去世后即位的是哪个皇帝 赵光 老师看 杨老师 既要成功也要成人 是哪位内地企业家的著作 三十一 漂亮 随性 一九七九年 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哪位被誉为 平民圣人的世界著名慈善 特丽莎修女 好 白雪也埋了美 满目是赤裸裸 出自哪位诗人的十四号世界 尚之妮 漂亮 出发大众的选择 请根据年龄从小到大的顺序 排列TFBOYES组合的成员 AB选 来看哈 请做答 好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太帅 答题继续 法国酸黄瓜 德国甜酸甘蓝 与我国哪个地区的榨菜 尽量它为世界三大烟菜 不良 赛田打题 被誉为中国小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的姜格尔是哪个民族的英雄史诗 魔虎 哪种文字游戏又有社虎这一哑称 才当你 才当你 恭喜 谢谢 我真的很敬仰您 我觉得您一直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您是最可爱的人 谢谢 谢谢 您是法官 主持正义 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 传道 树叶 解惑 都是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再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你可以获得的奖品 一战到底二十四张金鲜明版 我跟你讲这个是面相都买不到 我太喜欢了 我的圣经 好的 接下来请挑选你的关键第三号 我选择8号 8号 AUA 看起来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前一阵我们知道G20峰会在杭州举办嘛 然后就会有很多财经的报道 我就感觉呢 马云叔叔的前面播放的那个专题栏目 应该说的就是这个帅哥 这位美女的记忆实在是太好了 然后G20的时候呢是 在湖畔居第二天采访的是马云的 前一天刚好有幸被采访到 好 真漂亮 好厉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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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来好好地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王孟秋 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AUV AUV其实是英文 就是无人驾驶飞行器的这么一个缩写 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经常拿着我手上这台设备 在外面玩的时候 会有一群人聚上来 然后就AUV 那个东西很厉害 所以也叫AUV 让大家觉得很惊艳 就有你手上这台 其实它是一台无人机 全世界现在最小 最安全 最便捷的无人机 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是如何飞行的 我只要按一个键 松手 它就会选定的主要 大家在屏上看呢 就是太强劳的画面 身后的护行者们要挥手 挥手 挥手 你们都入镜了 我们要飞上去 如果要拍照很简单 我只要按这个按钮 就有一张照片被拍下来 除此之外呢 它还非常的智能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现在呢它就在自动跟踪好哥 走到哪里它能跟我吗 对 所以你如果走动的话 它会自动跟着你 你看 你可以看屏幕里面 你只会是跟着你 哎呦喂 不错 我想要 你好 送一台给我 所以这个是你发明的吗 其实这不光是我了 这是我和我团队140个小伙伴 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研发的一款产品 我是在国外读书了差不多14年 然后最近呢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读的集团机的博士 毕业于斯坦福 然后她曾经呢 还在推特有工作过 而且帮推特发明一个特别的一个技术 有40%的现在的收益 都是来自她的那个技术 很有才啊 等一下 我发现小米的那个笑容 很长时间没有再跟我聊天 我出现过了 因为人家这样的 因为你觉得一个人长得帅 然后又很有才 你会对她更加的佩服 颜值高吗 颜值高吗 那想问一下你结婚了吗 你结婚了吗 你结婚了吗 过去三年 都创业都很辛苦 所以各有美声用 所以各没有直接谈恋爱是吧 也没有结婚 真的是 现在是吗 所以她是单身 在十航老虎 女士人 我觉得呢 像她这样又会搞发明 她应该长成一种 科学怪叔叔的模样 但是呢 她却偏偏长成了一个 小鲜肉版的霸道总裁 我觉得实在是天理难容 本法官决定盼她 终身孤寂 两位 这一轮答题较量 加油 请准备 答题跟说 上上下下的享受 是哪种 电梯 漂亮 答对 晏语不听老人言 出门人言 随性微快 1比1 请根据下来数字 速册24.4444 4乘以4加上4加上4 按第一语言使用者数量排名 世界第二大语言是 西班牙语 答对 漂亮 请根据图片联想 明说出一位内地小品演员 赵银 赵银 菜银 菜银 哎呀 一个大白菜一个都可以 你嘿嘿 好 答错了 对方加分3比2 来 加斯法郎是哪种 中国特殊磁器工艺品的别称 锦探兰 好的 2016年11月12号是我国哪位伟人 中国特殊 漂亮 黄秋快 1990年伊拉克出兵入侵哪个活量 回看 回看 随性微快加分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 小天狼星 漂亮 随性 五分一分 有人体血库支撑的 出生后造血功能基本消失的是哪个内脏 触发大众的选择 我国古代所说的卯实相当于现在 24小时计时法的哪个时间段 A 6点到8点 B 5点到7点 请作答 一战到底马上回来 一战到底精彩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进行的一战到底的节目现场 各位在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登陆新浪微博 一战到底的官方微博和李好小敏的个人微博 跟我们进行实实有趣的节目互动 同时大家也可以登陆我们的荔枝网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了解节目的最新动态 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 一只水饺一只虾 特约播出 下面让我们答题继续 我国古代所说的卯实相当于现在 24小时计时法的哪个时间段 A 6点到8点 B 5点到7点 请作答 正确答案是 5点到7点 选择B的朋友 我们要来看看究竟有多少 1号6位 8号11位 8号战区拿到第一分 8号获胜了 恭喜8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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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这一轮的奖品 50分纯净我赚 而且前面所有的奖品 现在也都通通累积到了你的身上 好 来 接下来请选择你的第二个战区 我选择 我选3号 3号 武林外转 大家好 我叫石剑虎 曾经在少林寺练过武术的 现在在南京开设一家功夫舞馆 但是我知道你曾经有得过国际锦标赛 螳螂拳冠军 对 对对对 我们现场能够领略一下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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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今天的专有词是武林外传 为什么是传呢 向西方人外国人传播中国的功夫文化 这个意思 对 所以你的这个功夫有传到国外吗 欧洲呀东南亚一些国家 像我的太太呀 我的太太今天也来到现场 对 对 那太太是外国人 对 我的太太就是外国人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故事讲起来就比较长了 之前呢 是我在少林寺专门是负责接待外国团队的 叫他们少林功夫 然后我的太太呢就从美国非常崇拜中国的少林功夫 后来跟我学了一段时间 学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不是回到南京吗 开了家武馆 她就只剩一个人来到了南京 跟我学功夫 真的 对学功夫的过程中呢 时间长了就会经常经常在一起 后来我们就产生了感情 哇 好厉害呀 娶到了一个外国太太 那你当时看上她哪一点了呢 那么喜欢她 刚开始就是 应该是气质嘛 就是我感觉就是 虽然我们美国欧美那些连肌肉的 健身男人 很发达的 很多很多 对 但是都没有她的气质好 然后 骄傲了 不能夸我 好可爱 对 不过我知道你好像刚刚才生完孩子 今天就来到我们现场 你生完孩子多久了 25天 我们中国人还在坐月子 她都已经来到现场了 那你觉得我们中国男人怎么样 中国男人会做饭 还有就是非常爱家嘛 所以我感觉很辛苦 哇 恭喜 谢谢你们 健虎呢 其实在台下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有男人味的人 对很慢 男人味在我看来并不是说有多强壮 就是要有担当 请 我就觉得特别羡慕你 就是有一身功夫 还有这么强的人格魅力 谢谢 谢谢 希望你能够在这一局里面打得精彩 打得漂亮 两位 打击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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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量的公司单位 图号J的是哪个 交尔 交尔 交尔王王兄更快 激南大名湖畔的偶神词 祭祀的是哪位宋代才女 李星照 漂亮 金葵花卡是哪家银行为其可 周上一号 回看 周上一号 时间五微快 必须他还使出了一纸禅 好不好 加分 共青团中央授予我国青年的最高荣誉奖章 青年五四奖章 漂亮 打击 科学家根据海豚进行仿生学研究 发明了哪种 漂亮 漂亮 漫画圣斗士星史当中钻石星成全是哪位 星史 星成全答案是 冰河 王孟秋加分 答题继续 艾美小杂是陆小范为纪念哪位人物诞成40周年而创作的 徐志摩 好 哪颗老字号的千层底部鞋制作记忆被列入国家集飞物之后 内联声 毛北京 内联声答对 这个 触发大众的选择 加油 这是我国 哪条著名步行街的老照片 上海南京路和北京王府警 请选择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上海的南京路 感觉他们好像全部答对了一样 看胜率 哇 哇 果然 哇 真不答对 也不错 真不答对 啊 啊啊啊啊 太棒了 瞬间掉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轮的奖品 TS4体感游戏机 恭喜 而且也要恭喜你们 好 来 开始请责 你的分场第三位对手 这是2号 捡垃圾的小女孩 捡垃圾的小女孩 大家好 我是Halena 那为什么我今天的关键词是 捡垃圾的小女孩呢 因为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我经常会去捡一些别人觉得 是垃圾的东西带回家 拿回家做什么呢 对 我会拿回家来进行救务利用 然后把它们做成新的东西 这是什么 是我用船目打磨出来的一个收纳架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手提包 它的把手是一个匕首 这个是什么 接下来这个是一个时钟 就是我之前用那个汽车的配件来改造的 这个感觉很难 对 它是用了那个汽车的避震器 还有刹车碟 这个感觉也要懂一点 就是知识才可以做得出来 所以你是学功课的吗 我本身是学经济学的 然后因为非常喜欢就是动手做东西 所以我就自己学了木工 电焊 然后还有电脑建模 电路模块 还有3D打印这样子 所以你又去了蓝赏机首 蓝赏机首 好帅啊 就今天遇到一个也是创客领域的 因为它做那个无人机 其实就是一个会飞行的机器人 然后我自己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机器人 他叫做Evan 他可以跟人进行一些简单的互动 比如说可以跟我聊天 然后也可以唱歌跳舞这样的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可以开脑洞 怎么开脑洞 他那个头打开之后可以种一些花草 超可爱 我觉得他真的太厉害 我有一种 他一个人打扮了我们整个冰队的感觉 现在一条交流 虽然我今天是感冒了 但是我对长得帅的男生其实挺不感冒的 其实我今天也感冒了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怎么会这么巧 对 两个人一起来参加一战到底 平时都要一起动手做点小物件 接下来就要开始一起答题 希望你们今后能够火花四溅 来两位 答题先准备 答题开始 泡菜之所以有酸的口感 是因为发酵中产生了哪种物质 答对 1978年哪个动画形象成为了首个 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流明的非人明星 描述 答对王宝丘 答对王宝丘 因发现于英国王室而有黄家病之称的是哪种遗传性疾病 最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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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纳尔快 加分 剑宁是长珠潭地区 哪个地级失重 漂亮 在心理学中 网言重复一千次就会成为真理 被称为什么效应 是 这是郑一剑饰演的哪个漫画人物的台词 我明白天生不醒 风云 答非所问 人物应该是画英雄 对方加分 答题继续 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在哪个法国历史人物的勒令下解散 答国伦 答对 死生遗失副红毛 人生倒是方英杰出自哪位民主女英雄笔下 刘古伦 秋吉 秋吉 海伦纳尔答对加分 欧洲哪个秀真国允许游客以七万美元的价格租赁一晚 列十三 列十三 回看 列十三 好的来祝贺王孟秋 触发大中的选择 加油 根据明朝科举考试制度 下列哪项考试顺序 排列是正确的 A 愿是 相识 会是 B 相识 愿是 会是 请做答 正确的 二十 愿是 相识 会是 所以正确是A 我们来统计一下 八号战区三个人答对 八号战区四个人答对 王孟秋获胜 祝贺你们 瞬间掉落 祝贺王孟秋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一轮你可以抽的奖品 由四面金台沙水角提供的 四面大礼包 这个时候选择在你的面前 第一 带着刚刚已经赢得的你的三件奖品 直接离开我们的舞台 另外一个选择 是继续地往前冲击 我特别想跟我下面这个小伙子 汪仔 对战一下 因为其实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期间 我当时做的研究的项目 就是问答机器人 所以我很清楚他脑子也想那么一点东西 我们往前冲好不好 好 冲 王孟秋写的是冲 好的 我们来认识一下 妮可 她的关键词是时尚狗袋 有点难懂 我竟然想放几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好 来 那个是你吗 是我 哦 图片里面有一只小狗 哦 那个真的是一个袋子 因为看这个照片 你可能会想 有可能是一个时装模特 可是我不是模特 然后那个照片主角也不是我们两个 那照片主角是那只狗和那个袋子 那个袋子是狗粮 给它装粮食 狗袋其实是这个东西 所以六狗也要一个 一个专门的包包 是的 我没有狗粮 以后带Mars出去 我就带这个了 因为我是纽约时装学院毕业的 其实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她那个学校真的很有名 他们学校的创始人 当时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 就要创办成一个 Fashion界的MIT嘛 生理工 所以他们叫FIT 而且有很多著名的设计师 都来自他们学校 比方说那个CK的 还有那个Michael Cross 就MK的那个 这都是我们的校园 虽然我们有相同的囚学经历 但我觉得我们的人生 其实蛮不一样的 因为我是一个马轮 我一年可能买一次衣服 我可能 我估计我年纪要比 NICO要大一些 我们那个年代出去读书 其实是蛮苦的 都是勤工俭学 天天在餐馆打工也挣不够嘛 对吧 学费交不上 所以我那一整年 是住在一个洗衣房里的 我没有床 就是七堂的那个毯子 是别人捐给我的 睡了一年 我走的时候 下面五层都已经发霉了 那其实 所以NICO不要小看我 因为站在这里 我不会轻易地认输 创业就是靠不怕死 挑战就是靠不怕输 我们的关键词是时尚狗带 然后我会让你们全部勾带 哇 好霸气哦 本场选手跟选手之间的 最后一轮大地较量 请准备 大家开始了 使用PS试纸 测试酸碱度 若成蓝色说明 剪辑 面筋的多少 直接影响面条的韧性 那么面筋的主要成分 大美智 哇 浩腾便于水 会分解出大量的什么气息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答案 二氧化碳是对的 OK 3比0 曹操的名剧 老季伏丽志在千里 描绘的是什么 妈 答对 下一分 闺羽神经剑 是哪家世界知名游戏公司 刚建立时的名字 对是暴雪 暴雪 暴雪 对 报价分4米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是《魔言三杰》当中 哪位歌手的专辑 答对 漂亮 被网友称为 中国版神奇动物在哪里的 是哪部古代名字 湘海晶 漂亮 雅诗兰代第一位华裔全球代言人 是哪位超模 什么 孙文 OK 文 一字直插 刘文答错对方加分 哪位作家曾自曝取笔名的灵感来源于 喝豆浆时总是加三勺糖 糖加三勺 好 休斯敦 我们有麻烦了 是哪艘太空飞船 向地球发挥的星期 他不许得了 他不许得了 王孟秋 更快到达赛点 启动大众的选择 思念金牌虾水饺 提醒您一战到底 马上回来 思念金牌虾水饺 提醒您一战到底 精彩继续 欢迎回到正在进行的 一战到底的节目现场 目前一战到底24张金 这条三合一的图书 仍在全国全线热买当中 大家可以登录到 当当京东亚马逊的网站 来进行购买 同时也可以通过 微信摇摇扫一扫 进入我们的官方渠道 来进行购买 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来赢取大奖 本节目由思念金牌虾水饺 一只水饺一只虾特别播出 下面让我答题继续 王孟秋 更快到达赛点 启动大众的选择 靠你们了 动画天灌篮高手中 湘北队对付前胸字母的 正确拼写是 A还是B呢 大家看清楚请作答 正确是B 我们来看看正确率 我天哪 恭喜王孟秋 掌声就给你们 瞬间掉落 祝贺八号战区每一位获胜 恭喜王孟秋和他的护航酒们 下面让我们期待 首狗王仔登场 一战到底的朋友 大家好 很开心来到这个舞台 你马上要跟王孟秋对决 你要跟他打个招呼吗 我已经脑补了十种适合自拍的姿势 你的小黑霞准备好了吗 我的小黑霞会飞 你为什么不会飞呢 我这一米八的大个子在天上飞 你不怕挡着光吗 怎么那么搞笑啊 好可爱啊 很嚣张 到底是人脑更生一筹 还是机器人独领风骚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答题 请准备 答题开始 周杰伦的哪首歌曲 以洛阳齐兰记为故事背景 天花一乐 王仔答对 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是 法国哪位爵士 第二 王仔更快 剑泰宗 石丝书是唐代哪位名称 却中 剑泰宗 王仔快 成立于1974年香港地区专门打击贪污的独立执法 联中公主 哦 随机掉落 哇 再见 一排人消失了 答题继续 在苏氏的水龙影中 他把三分春色描写为了二分成分 一分流水 哎 昆色三分 哈哈 啊汪仔你答错了 好的 加分 要成欧洲复兴计划 美国在冷战之间 哪接二计划 哪向元出秀 答对了汪仔 要落 再见 毛主席提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双摆方针 指的是百花齐棒和 百家中鸣 百家中鸣 汪仔速度更快 随机掉落 还是五人 答题继续 哪位侵获官员 创造了十一项中国第一 被誉为丢队上 一阵到底 马上回来 一阵到底 精彩继续 哪位侵获官员 创造了十一项 他中国第一 被誉为丢队上 盛宣海 顺宣海 盛宣海他答对了 王仔获胜 哇 王仔我可以跟你握我手吗 当然可以啦 抓紧我 什么感觉啊 有点不服气 我觉得我如果跟他对战 一天一夜的话 有可能会有您的机会 很棒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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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在这里我们也需要特别的感谢 思念金牌虾水饺 一只水饺一只虾 感谢Soco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还要感谢到的是 百合网将苏IPTV 感谢华康 丽金 黑四体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周一晚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等待所有热爱答题的你们 来征服我们的舞台 拜拜 拜拜 感挑战女王的人 我让你沉浮在我面前 线上你的膝盖 跪下 我同事大家都羡慕嫉妒恨 硬撑啊 对啊 你为什么会把冰虎拿在手里 因为我是了他 好欢乐的医学博士啊 Yo Who am I so easy blows up your mind 啊 我们是不是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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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快 加班 加班 挂着 你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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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书了 书名就像 我在一站到底被一只狗 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